這題介紹隨機震動分析大型鋼構地震問題 首先繪圖我們看到這是一個40公尺高的大樓 其餘寬度皆為4公尺 博殼20mm 接著進入workbench 這題首先使用模態分析 加拖一支geometry 接著使用隨機震動分析模組 加拖一支模態的solution單元 材料的設定部分使用預測結構桿 就不進入材料庫編輯 接著開啟mechanical 在model這裡左鍵點兩下開啟 首先執行網格 點選mesh 直接update 接著點選模態分析的分析設定 將模態數增加到45個 然後進行加持設定 點選support fix support 按住control選 選擇下方兩個端面套用 接著是分析設定的部分 點選solution deformation total 接著按下計算 那現在模態分析的部分已經完成了 可以先加縮小 接著點選隨機震動分析 然後按下psd 選擇這個第一個加速度 那它的那個邊界條件 給它fix support 方向為立軸方向 可以看一下坐標軸 就是前後搖動 接著要給它這個負載的資料 這邊要用輸入的 頻率是第一個是5 20 30 45 那加速度是4 5 5 3 那現在負載已經給定完成 接下來是分析點選solution deformation 方向性位移 那它方向改成立軸 那細個碼等級給那個1 1細個碼 然後再設定一個 那一樣改成立軸 細個碼給3 再來是等效應力 那先給1細個碼 再給一個 3細個碼 那現在分析已經設定完成 接下來按下計算 現在計算完成 看一下這個立軸方向性位移 1細個碼時候的情形 這裡會顯示它的機率 然後這是 3細個碼的 立方向位移情形 接下來是它的等效應力 1細個碼時候的情形 最後是3細個碼等效應力的情形 那這題也有介紹到這邊 1細個碼 ので 2細部分